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VA卫视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说香港民主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的讨论 话说香港民主之三 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民主 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 仍然是社会学博士龚小夏 还有美国之音资深编辑和记者海涛 谢谢两位继续和我们一起来来谈这个香港的民主 非常的有意思 小夏你最近写了三篇文章 其中第一篇就是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 香港到底有没有民主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好多的这个官方的文章 甚至一些民众都说 那么你英国统治香港 殖民统治香港一百多年 没有进行任何意义上的民主 为什么现在香港人要争取民主 请你来解释一下 到底在这一百年过程当中 特别是在香港回归以前 香港民主的诉求是不是不断在高涨 我先说第一个过去没有 不等于现在就不应该有 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而英国统治 我因为以前一直是研究 这个英国海外殖民和英国工业革命史的 我一直在注意也是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二次大战之后 英国人在亚洲 后来六十年代在非洲 各个他的殖民地都开始推动这个 就是地方人自治 地方人自治之后呢 就在选举 选举之后呢 绝大多数国家都走向独立了 就这个 最大当然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 后来你看新加坡 本来是马来亚的一部分 新加坡不愿意当马来亚的一部分 他投票自己独立了 那么马来西亚也自己独立了 缅甸独立了 等等等等 你要看英国的亚洲殖民 都在四十年代末 就开始了这一个 为什么偏偏就这个弹丸之地香港 为什么香港不 就英国人就不给他投票 后来我们就发现 这第一是1949年 中共建政之后的一个非常根本的政策 就是说香港不能变 你们不能让香港变成新加坡那样的自治灵 我们就找出当年英国外交部的文件里 写得明明白白 周恩来再三代话给英国首相 说你们不能够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会认为那是敌意的行动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也看到的确 如果香港投票自治的话 那么香港恐怕会投票独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们要不要忘记 香港比新加坡更加独特 是1949年以后 香港逃过去了几十万 从大陆逃难过去的人 而且后来到六十年代以后 香港更是越来越多 我自己都认识很多人 是逃赶过去的 而香港老一代民主派的中间人物 全部是从大陆五十年代 或者六十年代跑过去的 所以这个中间 如果当时香港有投票权 一定是投票脱离大陆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陆非常反对 香港人有自治权 有民主权的原因 我们知道海涛在香港回归 1997年回归中国统治之前 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 英国总督彭定康 他在他的任期 也提出了一些政改方案 但是中国方面批评他是千古罪人 就是说你为什么 在香港即将回归中国以前 你搞民主制 你这是不是想搞乱中国 搞乱香港 请你来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 你看当时是鲁平 鲁平说是彭定康千古罪人 那么过了几年以后 鲁平也好 周南也好 继续跑到英国去见彭定康 双方握手延环 最后还把彭定康邀请到北京 就说是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是吧 就是刚才小夏也提到了 你说英国从这么多年的传统来看 就刚才就是40年代独立的那些 印度巴基斯坦 包括以前的美国啦 加拿大啦 什么澳大利亚啦 新西兰啦 所有的地方都是民主的 都是民主的 那么英国有这个民主传统 包括你这个马克思老祖宗 这个所谓这个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 三个组成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是社会主义 从英国的亚当斯密 大卫李加图来的 就是英国它有这个传统 有这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传统 你不可以就是说 因为彭定康提出一个这个 你就给他戴一个千古罪人的帽子 然后实际上不利于香港问题 自身本身问题的解决 那么海涛如果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 就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的话呢 就你认为 香港人他的民主意识是从哪里来的 那么如果跟内地人进行比较的话 您有什么样的感想 我觉得香港的民主意识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香港 就是这么多年来 他这个 他整个这套资本主义制度 给他这个资本主义环境 给他产生的出来的这么一种 这个特别是香港有那么好的法治 那么好的这个人民的素质 王岐山当年还探服说香港这个交通真好 不是我们他当北京市长的时候 他说不是我们北京市长 应该和人家讨论 北京市的官员应该和人家讨论 应该我们应该直接向人家学习 这是王岐山的原话 就是他有那么好的这个条件 各方面 就是说讨论一个制度 无非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这两个方面 他的经济基础非常好 法治非常好 上层建筑法治方面等等非常好 就是缺乏一个民主 就是金东产所说的 你们应该搞经济 和这个资本主义选特殊 和经济有什么关系 和民主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选特殊就是民主的直接体现 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想象我看到去有网友 在评论就讲到中国大陆的 这个民主意识 这个民主诉求的时候 这个说得非常好 就是说每当我们提到 这个民主要求的时候呢 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网友 跳出来说我们不要民主 那么他说这个民族呢 是非常的奇葩 你有什么感想 这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民主整个最后吧 它不是多么理想 多么美妙这么一个东西 而是一个大家利益平衡 就是说每个人的利益 都得到反应 所以你看香港这个民主 为什么在英国统治之下 香港人要求民主的呼声不那么高 这个中间是各方面有考虑 我们可以看香港是个高度流动的 国际化城市 就是说各种语言的人非常多 那么呢 对于但大多数的香港本地人来说 他们的确就是当时英国统治下 是有点害怕说一旦民主 那个菲律宾人把我们民主调了 大陆人把我们民主调了怎么办 这会有很多顾虑去助求不那么高 可是回归之后呢 大家逐渐逐渐呢 就形成一种统一香港人意识 比以前强 你要看现在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那个认同度是很高很高的 那么哪怕是很多大陆移过去的人 外地来的移民 他们都有个共同意识说 我们这个制度是要保下来 我们这个自由是要保下来 所以你看香港这次 这次这个学运闹得这么大 这跟香港人 本地人的意识认同有关系 另外还有 我们要知道 现在游行主力的香港学生 他们都不是功能界别里头投票的 我插一句 就是现在香港的所有的 不管是政客当中 就政治人物当中 不管你是亲北京或亲西方的 现在没有一个人出来承认 我就是共产党员 好 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 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节目时间剩下的不多了 请各位简短发言 湖北武汉的张先生 张先生 您好 您好 我支持香港人的赞中行为 香港人的为了 捍卫民族 保卫香港 希望他们能够为内地 更多不能说话的民众 做出更多的贡献 谢谢 好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 另外一位是湖北江宁的张先生 张先生 您好 您好 这个我认为习近平 他就是想否定 邓小平实行的一国两制 他要把香港装置 其实我们大陆老百姓 对香港的赞中民族 都是不理解的 但是我认为 如果说香港被中国共产党 装置之后 现在的公民节目 慢慢是有幸福和快乐 因为新闻问题 都要说中央新闻局的管理 甚至新闻联播 你们都要同伴播放 所以说我认为香港的民族 要坚持到底 谢谢 好的 谢谢湖北的江宁的张先生 最后我们再请河南的董先生 参加我们的讨论 河南的董先生 您好 你好 这个香港的问题 怎么说的很复杂 就是我总 最有两天 我都可以这样说吧 香港是中国人的 香港人是其中之一 不管怎么说 香港怎么民主 以后这个大陆也很 将来以后 也肯定会有民主的一天 是吧 但是不要着急嘛 慢慢来 我认为不要着急 中国需要安静 还是需要不要动乱 好的 谢谢 谢谢河南董先生 小夏 河南董先生 谈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香港的民主 是不是要更以更平稳 更加稳定的方式来推进 另外海涛一星 你间断的 你们二位谈一谈 很多人认为 现在香港 以学生为主的 这次占中行动 是属于一种过激的行为 那么他们认为应该 通过这个法律的渠道 比较平和的来提出 这么一种诉求 谈判你们二位的看法 小夏 来 我个人认为 在争取民主运动中 最激烈的行为 就是战争 没有战争的其他行动 都不算过激行为 是不是 那么你说民主运动 当然就是说 争取民主的过程 有非常详细的法律讨论 有立宪等等 但是也有大规模的群众参与 所以香港的大规模群众参与 除了每年抗疫六四这个活动之外 其实或者西一大游行 都是并不那么多 而且很有规矩 我们这次看香港战争 除了一些小流氓去 脑个乱之外 基本上是非常规矩的 而且学生的进退有序 我们也就是说这种 这种就是说 每一个人表示有自己发言权 拿着用这个机会来 我觉得这是很健康的发展 而不是说很过激 说过激的 大家还没有见过战争 我想说到这次战争 我想说一个词叫死磕 大陆的网民都非常知道 对吧 就是说 以前香港 就是所谓这些反对派当中 就是长毛和社民联 还有什么四五运动 几个人在那 经常采取激烈的行动 所谓死磕派 那么为什么这一次 9月29号28号 有这么多学生 也突然变成死磕派呢 作为这个中国也好 中央政府也好 中国民众也好 在批评香港学生 就是动乱非法的同时 也应该回头想一想 为什么把香港的一些 所谓的极端反对派 从几个死磕派 要变成这么多死磕派呢 这里头有什么根深蒂固的 深层次的原因 希望大陆民众和中央政府也好好想一想 那么想象我还想问你 就是讲到您刚才讲到 这个经济和香港 这民主诉求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想问你 就是说是不是经济高度发展之后 它的必然结果就是民主 也就是说民主呢 肯定最终会产生会实现 还是说民主是必须通过人们的这个强烈的愿望的表达才能够达到目的呢 我觉得经济发展程度跟民主有一些时间上的重合 但是没有必然的联系 因为民主我们很早就知道希腊时候就有民主 后来一直有民主 这是西方民主已经几百年了 我想美国那个建国的时候的经济 绝不如中国今天发达 那么这民主 民主跟什么有很重要关系 民主跟民智很有关系 也就是说你不论穷还是富 你每一个人是不是要求你个人的尊严 要求得到承认 要求是成为社会的一份子 要求你在这个整个决策中 有你的声音去决定你的命运 所以我想就是说 民主是实现每一个个人尊严的 和个人自由的一个程序 所以我觉得香港今天这个民主 要求民主不见得是香港经济发展的结果 但是民主是香港个人发展 民智开发的结果 海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这次学运现在基本上区域比较缓和 而且双方港府的代表三个人政改小组 和学生方面也现在仍然承诺要进行政治对话 你认为从长远来讲 这次运动它会对将来香港的民主 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呢 起码在将来的香港这个政治发展史上 它会留下比较浓重的一笔 小夏 你的看法 我觉得会很重要 因为无论它的结果最后怎么样 我们现在都看到 这次占中运动 是香港要求民主的一个转折点 也是香港民主派跟中国各种 就是这个违反一国两制 或者是禁止香港民主的一种特别公开的 也公开掉对立 也就是说掉了板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时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 和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涛 参加今天的讨论 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好的 要了解香港这场 为争取真普选的抗议运动 请您锁定美国之音VOA卫视 美国之音广播和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24小时跟踪有关及时进展